虽然我也会穿上花棉袄 带花 有好吃的 也能放一两个小兵 但我没有快乐 兴奋 因为我虽是老小 却得成为皇族贵族们的 奇奇怪怪习俗的 莫名其妙的承载者 正因为这样 我才品味出 我的蒙古族舅舅跟舅姨奶奶 昂一烟的生死之年 你太气了 去玩去 丫丫丫丫 你给我老实在这儿待一会儿啊 小心弄脏了你的新棉袍 瞧瞧瞧 你这小辫 好不容易给你输得那么俊 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又歪了 看你一会儿怎么去 见你舅太太和舅姨太太 我不想去 丫丫丫 我就是不去蒋儿胡同 你敢 你要是不去 你阿玛会生气的 年年把我当年会儿 和那些大白肉大肘子 半白鱼鱼一块送到蒋儿胡同 和那些哥哥姐姐怎么就不去 当年会儿 您听听 压压这小嘴儿 真能说 这孩子 让你到那边去过年哪 那是你姨太太 舅姨太太 喜欢你呀 特意挑的你 真香啊 我在大门口就闻着香味了 你这做什么呢 我做的菜 是不是不像的 你看看这个您这儿叫的 讲究大了 不是 说你胖你就喘了 烧个酱汁有啥讲究的 说你不懂你就不懂 这叫您这儿 老笔竟话上 酱轴子笨盘人 你这个老山东还会说北京话呢 说盛哥的 你做什么呢 有客人 这是啊给静儿胡同 王爷府送的年货 年年都在预备着 静儿是拉着二十六 连这个你都记不得 你个智脑子吧 我说你这个老帮子 你不会少炖点 就这两个大肘子 就那两个老太太 就算搭上那个老田姑娘 也吃不了啊 你呀白照见的东西 我说 到她那岁数 就吃猫神了 你瞎吵什么戏呢 还两个老太太 两个老太太 那是一半的老太太吗 那是赫儿乍步 亲王的汪匪 汪匪啊 她就是老了 也是汪匪 了得吗 真正要的就是这个拍场 听说啊 每年呢 赫儿乍步的婚儿啊 都要回来过年呢 她是跟两个老太太过年 不是 她就惦记着小王妃 本意啊 是跟她一个人过年 芽芽 去 去书房看看你阿妈 写没写完的对子 回来告诉我 听见没有 不嘛 我不喜欢阿妈 写的白蓝对子 她写的白蓝对子 像初遍 不好看 这丫头 连贵贱都分不清 你去打听打听 这可九城 有几家有资格贴白蓝的 当年大清国的规矩 不光是咱们金家 贴不起那白对子 就连那溥仪皇上的老丈人 郭布罗他们家 也照样贴不起白蓝 为什么 他们家呀 也就算是一个皇亲 再显贵 也算不上是宗史 这静儿胡同三号 是你舅爷爷 扎萨克多罗亲王 赫尔扎布的王府 他们家 才贴得起这 白底蓝边的对子 那是尊贵 是光彩 那是等级 你害怕 你傻丫丫了不是 快去 你要说你阿妈呀 写得好 他说不定呀 会将你画画写字呢 好 那我去写红队的 您得贴着我写的 成 快去吧 这孩子真心疼 要我说呀 您就别让这丫头过那院去了 王爷呀 都走了那么多年了 两位花一样的王妃呢 都熬成了古老太太了 那院啊 阴气太重 年年让咱这孩子 去充了阴气 这么点的小丫头 您说她能受得了吗 你寻思着 我真愿意让她去哪 这还不是多少年的老规矩了 你不知道 小王妃的宣文 还了去了 人也长得标致啊 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 你给我瞎吹吧 你送丫丫去过年 不就是把东西搁大门口吗 不能进王府的冬月 你当我不知道啊 进了王府的冬月 那就是内宅 内外有别 别说是两个老太太 就是三岁的男孩也要避坏 那规矩打得去了 这可谁不是是啊 妈妈 她洗干净了 洗这么干净啊 丫丫 你给舅太太 舅余太太请安 你阿嬷教过你了吗 没有 那不用练了 每年都请安 丫丫丫安请得好着呢 那可不成 什么都得背得整整齐齐的 一个安请不好啊 来 丫丫 在这儿 给你阿嬷请个安安看看 来 我坐这儿 我就是舅太太 来 请安吧 舅太太好 人外孙女儿今 今什么来着 今顺明 不用报名 丫丫 请安要自然大方 直起直落 眼睛要看着问候的人 眼光呢 要柔和亲切 声音要红亮 土字要清楚 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两个颗笔弯稍稍向外 不要硬邦邦的 来 舅 舅太太 舅太太好 舅姨太太好 表舅保利哥好 田姑娘好 不对不对 应该先问候子三好 再问舅姨太太 黄鸟好 再问小狗笨笨好 小猫花花好 金鱼好 最后再问田姑娘好 要记着啊 在王府里边 凡是活物都要问候道了 猴子三是谁 猴子三就是一只猴子 这只猴子那么尊贵 还得排到四哥送来的 黄鸟前面 它不是外边耍的猴 也不是三辈子 他们花园里养的猴 这只猴子是有来历的 肃亲王的女儿金碧辉 就叫春岛方子的 你说这干吗 吓着孩子 我不怕 人家说那些春岛什么的 是汉奸被人崩了 对 也行行啊 齐恳恳 齐恳恳 预备好了没有 改靠金糊涂去了 来 起来 你啊高高兴兴的 去跟舅太太 舅姨太太过年 回来呀 妈许你 跟你阿妈呀 吃三天小灶 行不行 真的 当然是真的 该走喽 那你等老王 早点接我 丫丫 给舅太太请安的顺序 都记清楚了 早就记清楚了 田姑娘好 猴三好 黄鸟好 去那儿啊 你可别乱来 这猴三啊 得说在前面 田姑娘呢 得说在后面 行了 走吧 大王 我们来了 搭成这个 宝宝 每年的腊月二十六 我就得跟年火一块 被送到介儿活动三号 陪两位老太太过年 我怎么哼哼唧唧的磨蹭 也躲不过这一关 为这 阿玛大概也是不老人的吧 所以破格的 把我舅爷爷和舅姨太太 取这凄美的爱情故事 讲给我听 里面还夹杂着 不少朝廷的事儿 当时我虽然不懂 可我有点知道 大人们当官再大 也有烦心的事儿 眼下这位 就是专管满门老党的 内阁大学士 内务府长一丝 原外郎 郎世勋 旧姨太太郎姨燕的父亲 爸妈 她因为受到上司的排挤 和女儿一起 来到萌古办差 好 您不累吗 不累 您听着 大青的精狂 是一落千丈 提起她的法马 就褪不寻常 一泥哈拉奔心浪 满汉泛一江国三长 哥布塔拉尼亚 马尼亚拉好撒方 当柴最要强 阿玛 唱得好听吗 好听 不要怕 我叫赫尔渣布 谁 赫尔渣布 您就是那英勇尊贵的 第八代扎萨科多罗亲王 是 我叫赫尔渣布 不 亲王殿下吉祥 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赫尔渣布亲王和我的舅姨太太 在草原上一见钟情 特别举行酒宴 欢迎他们父女并定亲 赫尔渣布的母亲 老王妃坐在上座 她的旁边还有一些上年纪的长辈 赫尔渣布亲王的老先祖 乌拉纳金 是个勇慕善战的人 天聪二年归顺皇太极 被封为扎萨科多罗亲王 老王爷的力气大极了 一生射死过一百二十只老虎 三百头麋鹿 三百头狗熊 是个了不得的人 老王爷 舅爷每回进京朝晋 都要被太后留住多日 我昨日舅爷的亲姐姐说 看老回这架势 八成是要赐婚的 都不随你些 有个这么着吧 瑞金王府的六哥哥 毕行是叫毕行吧 是 是毕行 他年貌相当 长得也挺俊 跟你也是天生的一对 老佛爷您瞧 他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是说 他俄极要是知道您给他赐婚 他的福气也就太大了 还不赶快谢恩 谢 谢 谢老佛爷恩的 毕行不愿意离开京城去草原 瑞君王心疼女儿 朝廷一改清代藩王不得在京城建制府地的组织 是特准赫尔河尔沙布在京城建儿胡同建造王府 其实 舅爷的真正福地在科拉凤庆的大草原 她的心 她的心已经给了旧姨太太 朗姨燕 你 你在干吗 我在送佛经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你看中的是王府对吧 没规矩 我可是太后老佛爷亲口赐的婚 应该违背一旨 我没有违背一旨 我把你娶进王府了 你就是大王妃 大王妃 你还有 对 我许怒过我心上的人 我不会违背我对佛祖发过的誓言 你的目的达到了 舅爷自从奉旨娶了六哥哥 在京城建了府邸 就必须随时奉照 不能京城回到大草原 伴随自己的心上人 他为此十分忧虑 多次找他的姐姐 我的祖母诉苦 祖母也无奈 乐队 大家ุ根据 快呀 腊主 快 快 啊 丁住事 你这么早 什么事啊 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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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霖怎么了 康熙爷领起钱的龙文殿 炒火了 炒了 快 快快快 完了 完了 这 这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 怎么办也不能怎么办 所谓的姬氏 官员 直搬的张晴 我都能把他们看见来了 等候发落 就是 您知道 今天见了 我都对营区的总管说 祝我要管好啊 管不可懈怠 好了谁 可是杀头的事 我坚重不管兵您的 您都知道啊 他们不听话 听话不听话 现在说这都没有用 李氏典礼和祭祀的主管 该医馆的事 出了那么大的疲务 你说 该怎么办 好了 这场大火 把康熙爷 这鲜庙 给调了 啊 这是 直达听的大事 谁敢遮掩呢 啊 这责任 谁推卸的调 我 你 你 哇 这么多人 这个人 怎么也只能求你 这三个娃子了 想出折了没有啊 我哪有折呀 只能靠您给开脱了 你要想脱身呢 就必须找任顶刚 找任顶刚 就得说他是主管典礼祭司的 能找谁啊 怎么着 你先得沾点边啊 岂是猪脑子啊 到现在 还没想出来 是谁 谁 我 您是说 那个姓郎的 来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皱折你自己也写 小心点 姑娘 走吧 在想那些事情也没用啊 还是走吧 他们来了 来了 你们都来干什么 这碗 行吧 就是后悔王爷 翻天 晓月 走 你有一点来 憺衬说 来 谢谢自卧 慢着 这可是亲犯 你还请他们上车子 你这眼里还有没有朝廷了 让他们俩过车头 快离开这点 王爷 王爷 这时候不早了 我们可就要上路了 您请回 下官告辞了 不 我和他们一起走 请上车吧 事情要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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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уп 太太委 departments 真是不好意思 再让您说 could you call us 还客气什么呢 t bit you can call us 你看你们惩客菜 这一会儿就把他们送了吧 monsters 我也刚学的 还是你们家大嫂教的呢 keep saying almost 我完这回客气什么 每次都熬琉一 både 2001 阿玛 您饿了吧 我这就做饭 不累了 我还不饿呢 你累了 歇一会儿吧 不累 做什么饭吃啊 贴饼子 我帮你做点什么 您就别累着了 我来吧 阿玛 您这一切啊 并刚缓过来点 得好好吃点东西 别亏了身子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还要身子有什么用 您怎么这么说话 您这些天发热 不光我着急 就连隔壁的太太 大哥大嫂 也跟着跑前跑后的 好不容易缓过来些 这不是一天天见好吗 见好是见好 可在这一天天的熬日子 没个头啊 还不如死了得好 阿玛 您说这话 就不管我了 好 老闺女 是阿玛连累了你 让你受着眉头的苦 我的心都灰了 那您就把身子养好 以前的事 就不去想了 我一气 就跟着隔壁的大哥大嫂 学着干活 也四处去走了走 这也有京城比不了的地方 您是见过世面的人 俗话说 退一步 海阔天空 也是挺有道理的 真没想到 经过这么大的变怒 你的心胸还到开阔了 不容易啊 赫尔扎布 有眼光啊 姑娘 你太太来给你送鱼汤了 太太又麻烦你了 麻烦 好烫 您来了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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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 太太给送鱼汤来了 香 真香啊 我那小子摸了两条鱼 我就熬了点鱼汤 给你们送来点 你们尝一尝啊 太太 您老是给我们送吃的 用的 我和阿玛 真不知道怎么谢您了 你又不会摸鱼 等到你会摸鱼了 你熬汤给我喝 您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不用了 不用了 要 这水开了 赶快来贴饼子 跟太太学着点啊 太太 你一贴就贴上了 可我怎么一贴 它往下出溜呢 这水不开啊 你一贴它就出溜了 你看这水开了 你贴上 它就不出溜了 就这样的一贴 来 你自己贴 大兄弟啊 你有这么好的姑娘 你可真是 前世修了点活 你看你们来了 这些人是自己 里里外外 什么事都看 看得可有样了呢 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啊 那当初还不如去种庄家 下苦心研究满文 真是白意大意 你说你姑娘是读满文的 那不是咱老祖宗的话吗 我阿玛是大学问 满世界再也找不到 比他满文再好的了 我也就是跟他学了点 咱们满文不能忘了呀 咱那皇上 不就是忘了老祖宗了吗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 怕什么呢 他要能管到这个地方呢 就好了 我说他忘了 我说他忘了祖宗了 他就是忘了祖宗 你呀 才来的时候短呢 你不知道 历着七里的缘呢 就是宁古塔 宁古塔 就是清太祖 努尔哈治的爷爷 脚长安住的地方 爷爷不爷爷的 我弄不清 反正是皇上的老祖宗 住的地方 您知道宁古塔是什么意思吗 那就是个地名啊 还什么意思啊 宁古塔呀 在满语里边是六的意思 清太祖努尔哈治 他的爷爷兄弟共六人 都生活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 一块还都死于冰火 后来呢 人们把这个地方 就叫做了宁古塔碑了 也叫做六碑了 叫俗了呢 就叫成了宁古塔了 瞧瞧 他们这帮子孙后代呀 真是没良心 都跑到那京城啊 去享福去了 把他老祖宗啊 起家的地方呢 都当成了 乏配流放的地 还瞧不起这个地方呢 你说 这不就是忘了祖宗啊 您怎么一说呀 倒是有些道理 我都没往这处想过呀 大兄弟啊 说实在的 我劝劝你啊 心啊也放宽的 别跟他们想的一样 看不起这地方 其实啊 这个地方呢 还真不错 土地啊 跟那流油一样的 重什么 长什么 不用四弄 野窝啊 还吃不完 就像是啊 咱老百姓说的一样的 棒打袍子 瓢咬鱼 到处啊 您就找不到 这个好地方呢 您说这地方 有没有说满族话的 说不定 我在这儿还能够找点事情做呀 大兄弟 你也会抹联的啊 学着干呗 不能都累着姑娘一日儿不是 我来呀 跟你说个事 您说 前两天哪 有人来跟我捎个信 人也是为了你的闺女好 想给你姑娘啊 找个婆家 找婆家 我闺女她已经有婆家了 不用找了 有婆家 可从来没有听你们说过 我还当你一个古老头子 想不起来这码事的 可你们冲军到这儿 那婆家 不管我们沦落到什么地方 她也是有婆家的人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您啊 就别操这个心了 你不知道 远山屯那边的人呢 也得很 不知道啊 他们怎么打听着你们的事了 就烧话过来 非要娶你家闺女 还非要娶 我们不答应 我闺女是有婆家的人了 不答应 怕不好办吧 还没有王法了 王法 王法里边软着呢 山高皇帝远 我们这儿啊 谁的势力大 谁就是王法 王法里边软着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玛 您还没写着 阿玛 您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爷 有人打你的主意 我知道 阿玛 隔壁太太说了 那你 您放心 我心里只有赫尔扎姆 别的什么也不像 你不是说老佛爷给赫尔扎姆指婚了吗 再说现在 咱们沦落到这个地方 我不怕这些 真的 我想过了 不管指婚不指婚 赫尔扎姆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 可咱们得在这儿住一辈子 所以 那段事 就算过去了 可我的心 跟着他走了 不管怎么着 不管怎么着 我是她的最爱 就是唯一的 别的 不再留 喝点水吧 喝点水吧 你这干什么呢 放镜呀 这你瞧出来啊 这里 够厚的吧 上次尔顺子来说取亲的事 我已经告诉他了 人家不愿意呀 尔顺子呢 他就是没来 我叔不得意他 说他上回没把事说成 没说成你们还来呀 牛不合身抢案头 那能行吗 不行咋子呀 这方圆几十里 谁带我叔去抢啊 他不嫁给我叔 他想嫁给谁呀 恭喜了 老爷子 我没什么喜事 你们找错地方了 定礼你不是收了吗 说好了我们今天 是来迎亲的 我 我没收什么定礼 我的闺女 早就是有婆娟的人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当袁外郎的时候定得亲 人家看呐你是袁外郎 现在你是什么 是冲军发配 谁看得上犯人的闺女呀 也就是我叔啊 可怜你们 我用不着你们可怜 你们也别和我这儿 冲军犯打什么链来 你怎么这么死呀 随你怎么说 这事也不行 老爷子 您别不识抬举了 哪有空的家子回来呀 这不是这么说 随你 你想走 那可不行 来这儿 把人给我叫出来 你 你干什么 不许碰我 阿玛 一一 真是个标志的美人 我叔没看错 没白花心思要娶你 也不累跟我说 你跟我也行啊 滚 小美人 骂人骂得真好听啊 你敢再往前动一动 我 别 别 别别 别别 别 阿玛 阿玛 原谅女儿也不肖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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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活着 告诉何渣不空 我 我生 我死 都永远伴随着那儿 你都看见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的女儿已经是有佛奸的人了 不能再一婚说嫁了 啊 你回去吧 你们回去吧 请回吧 快 你都穿着这儿 都穿了这个地步 还想着大帅 告诉你 没那个日子 是 你啊 怪怪的女家 赤相和人 亏不了你 我 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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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你 把这儿我放开 你 我放开 闪开路 别在我大上闪开 你 把这儿我放开 你 你 你什么人 我是她的丈夫 真的是你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就像鹰一样 从天上飞下来救我 你是什么人 我 香绅 方圆百里 没人不知道我是谁 那要怎么样 怎么样 今天我就要娶她回家 娶她 你是光天化儿之下抢人 你还有王法吗 王法 什么王法 这儿全的就是王法 真的 当然 我劝你呀 乖乖地走路 省得我教训教训你 看你还敢认不认什么丈夫 就比谁的功夫好 对 你要是输了呢 我输了 我走我的路 你要是输了 这个姑娘可就归我了 公平吗